-好,各位聽友大家好,歡迎收聽宅宅下單中,我是大三梅 -我是阿姿,給他買! -好可怕喔,阿姿 -我是不姑,我是趴趴熊 -大家今天下單了嗎?我現在內心是好創香,我覺得 -我們前面沒有Rail這個,然後阿姿那個買,一出來我就被嚇到了 -阿姿 -阿姿我今天很開心的下了不少單了 -好的,恭喜阿姿,但我現在還需要彌補一下我可憐的心 -好的,那麼大家知道的就是我們繼續來做第二個月的宅宅下單中的企劃 -對,就是我們要叫大家努力下單,那有鑒於我們之前前一集真的是講兩個月特別長 -但是我們說了嘛,這是一個每個月一次的節目 -所以這一次就只有從上一次錄節目到我們這一次錄節目中間 -然後會出版的作品,那一樣是以我們講過的作品為主 -結果我一看,其實這個月我們講過的作品出了不少耶 -就是出了不少的後續 -是 -對 -這還蠻令人開心的 -應該是大家有興趣到每一集的作品 -嗯,那我還是先以我們 -我還是先以我們就是講過的作品為主 -然後一樣就是唸給大家聽 -就是告訴大家說這部出了快買快買 -這樣的態度這樣子 -好的,那我們從上一次節目錄節目之後 -然後出的1月31號出的就是關於地球的運動 -還有包括國王排名第13集這樣子 -那這兩部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好講的耶,老實說 -就尖端會夢... -嗯? -沒有啦,我可以單純講個人的想法嗎? -你要講什麼想法? -你想講什麼? -關於國王排名的微妙感 -後面的劇情的微妙感 -不過我覺得... -我都不敢看耶,老實說 -不敢看 -內心複雜 -稍微有點耳聞 -對,隱約有點耳聞 -但是沒關係 -因為我們那一集節目錄了前面五集 -我確定前面五集還是很值得看的 -那後面因為我還沒有看 -所以我無法給予任何評價 -我是故意不看的啦 -哈哈哈哈 -這樣是不是有點壞? -我們到底在幹嘛?壞 -2月還出了什麼呢? -對,2月3號出了 -五重力少年第七集 -完結了耶 -對啊,有出完了,我好意外喔 -我也好意外喔 -那時候因為阿... -那是阿子跟趴趴熊錄音的對吧? -嗯... -是... -但沒想到... -然後... -嗯... -對啊,你看看我們 -東力出版的內容真的相當的奇妙的 -我一直這麼認為 -就是... -你會默默的覺得 -說不定哪一天長紅會把你的輸出完 -然後東力的話 -你就是只能就是... -就是... -求天求地求神仙 -就... -然後... -但是他還是會偶爾突然默默的 -把輸出完 -這樣子 -那... -你知道無重力少年這件事啊 -我就會想到 -那這樣的話 -心血與妮娜呢? -哦,第四集是吧 -我覺得那個應該沒版權了啦 -那個應該沒救了 -哦... -沒忘了 -就缺最後一本 -好吧,算了 -好啦,不講不講 -算了,沒關係 -就是東力嘛 -大家懂得 -咚咚咚咚咚大哥 -好的,我有教大哥 -我有教大哥 -好,強調 -好的,那麼... -下一個是大黑暗第五集 -好啦,我是覺得長紅 -其實我覺得林田求的作品是長紅 -主推的系列的其中一部 -所以就是一個作者啦 -這樣講 -所以... -這個沒有意外 -這樣子 -然後跟... -跟我們終於 -我們的霍勳公主與蜥蜴騎士 -第九集跟第十集 -在二月的時候 -我們上個月說過了嗎 -然後她出完了 -謝天謝地 -感謝長紅大哥 -整套終於出完了 -非常的感謝 -對啊 -就是欸,我其實... -然後行星語到底什麼時候要去出 -欸,你要講東莉了是不是 -我們好不容易 -都到長紅這邊 -你又要回去Cue東莉 -唸一次東莉 -對,說到這件事情啊 -就是... -因為最近就是... -算是... -一樣都算是自媒體的 -就是嘎不拉嘎 -就是他們是YouTuber嘛 -兩位YouTuber -然後他們有做一集就是... -大家就很餓玩 -然後斷尾 -然後不敢買的作品 -那... -他那時候有召集很多人去寫... -呃... -就是... -很傷心 -因為... -就是斷尾的作品的時候 -那我們其實就是我們... -因為我們也太心有其其言了 -又跟我們這個企劃其實... -核心概念有點像 -我們就列了一堆 -然後... -給他們後來想想 -真的對人家不好意思 -那他其中列的一部 -就是... -戰國妖狐 -就他最近剛好出了一集節目 -那他挑的... -他們挑... -他們心中就是比較有感觸的 -那目前就是先出了四... -有四部作品 -那這四部作品有... -三部作品基本上... -我們好像都有提到 -因為我們也覺得很傷心的 -就怎麼沒有... -那麼好的作品沒有出完 -那麼... -戰國妖狐就是其中一部 -對... -然後... -水上物質的作品嘛 -長篇連載這樣子 -然後就希望... -東莉... -麻煩... -可以... -學習一下長紅這樣子嗎? -我會不會被打死? -好啦... -那總之希望他有一天... -可以跟吳中莉少年一樣 -這樣就是突然這樣出完他... -我們期待... -但好像有點難... -對... -好像有點難... -但是... -對... -然後... -再來的話就是... -ACCA13區監察課第五集出了... -對... -第六集就是完結篇... -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出完... -沒錯... -但是... -我個人比較在意的是... -關於方外篇的兩集... -還有... -沒有關係... -那個女兒們的故事... -我跟妳說... -拜託... -東立出版... -我只求把本傳出完... -我沒有... -對他有太多要求了... -光是他願意把本傳出完... -我就謝天謝滴謝神仙了... -好不好... -可是... -人家好想要那本... -那本外傳喔... -對... -因為那裡面有阿直的心頭好... -就是大家很清楚的... -這樣... -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... -也可以去買個日版回來收... -就是... -收集這樣子... -我那時候是買什麼... -我是買英文版啦... -只是沒想到他竟然就出... -中文版了... -滿意... -所以我現在是有... -日文版... -中文版... -跟英文版的... -這種非常奇妙的關係... -好奇怪喔... -那些... -酸梅是收藏家... -沒有問題... -沒有... -其實我沒有很強... -我沒有很強... -我沒有很強... -收藏書耶... -但是就是... -剛好就是... -這一套是這個狀態... -這樣很... -很奇妙啦... -但是... -既然都出到第五本了... -那就求求... -東力大哥... -至少把第六本出完好不好... -至少把本傳出完... -我沒有對你有太多的期待... -沒有太多的要求... -沒有太多的要求... -嘿...對... -好的... -那後面就是... -基本上... -幾乎都是我們之前講過的作品啦... -誤說是推理... -親吻嘛... -代理的... -然後... -因為... -真人版... -電視劇的關係... -好... -我們不意外... -然後跟... -勇者赫鲁库下出了第三集... -那剛好我們這個月收到了... -訊息吧... -新装版... -還是上個... -還是上個... -新装版... -對對對... -新装版... -可是我們是上個月收到了消息嗎... -還是這個月... -赫鲁库是... -預計七月的時候出夏季新翻嘛... -動畫畫... -對對對... -嘿...是... -嗯... -我是覺得應該... -還是會再把新装版重新出完吧... -而且他們還會有特裝的... -那個裡面會有那種... -特典之類的那種小禮物... -這樣... -應該還是會有人為了這個而去買吧... -我猜... -我猜... -你猜... -好... -對...我猜... -沒關係... -好啦...我猜好不好... -接下來... -嘿... -好的...下一部是... -接下來的話... -阿姑跟...阿子... -推薦的對不對... -不是吧... -欸... -你是說起承的魔王城嗎... -不是啊...那個... -喔... -成為悲劇元凶的最強异端... -喔... -這部喔... -嗯... -我忘記我跟誰講的耶... -但是是我講的沒錯... -我忘記我跟誰講的... -阿姑嗎... -你看我體力多差... -不確定... -應該是... -嗯... -應該是吧... -好... -沒關係... -反正好像是小說對不對... -所以阿子是... -小說漫畫都有追就對了... -對啊... -但是漫畫大概沒救了吧... -作者... -嗯... -作者身體不適... -在畫幾集之後就沒辦法再畫去了... -所以沒辦法... -看有沒有機會又新的做... -新的... -漫畫惠者願意接手做畫後續... -或者是從頭畫過... -嗯... -嗯... -好的那... -後面的其他作品的話倒也還好... -余柳唐夢雨喔... -喔... -這一部還有繼續出也是蠻... -他跟... -他一直都有耶... -就是可能一年... -兩年... -然後就出一本... -跟那個... -穩定... -白鬼夜行超... -我覺得感覺差不多... -對啊... -就是... -就是... -就幾年之後會... -就會定期擠出來的感覺... -就是很穩重的一種感覺... -就是雖然... -雖然... -呃... -你可能沒有辦法看到他像什麼少年漫畫啊... -然後週刊連載的作品一樣那麼快出... -但是基本上... -都還算蠻穩定的有在出... -嘿...對... -然後後面的書基本上也沒什麼意外啦... -膽大黨第四集... -然後這是首刷限定的時間... -然後膽大黨我真的要說... -我覺得他到後面其實還是... -還持續蠻好看的狀態... -我... -我其實給他蠻大的好評... -嗯... -因為這個作者他是... -有在規劃... -他並不是亂畫... -他是有在規劃... -雖然看起來很像在亂畫... -我覺得他是... -我覺得有在規劃的作者... -向來比較容易... -讓作品保持有穩定的狀態... -沒錯沒錯... -我也這麼覺得... -好啦... -所以我覺得有認真的去... -不要只有一個非常好看的開頭... -還是去思考如果要長篇連載的時候... -就是該要怎麼樣規劃... -我覺得會是比較好的狀態... -但是說是這樣說... -我覺得這樣對作者好像有... -太高的期待... -尤其是周刊連載的話... -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很累啦... -但我記得是... -松井優真對不對... -我記得他們... -他之前在那個漫畫比賽的時候... -松井優真老師他就有說就是... -因為之前不是藤本樹的作品都紅了嘛... -大紅大紫... -就像電巨人啊... -或鹽泉這樣... -然後很多人就模仿老師... -那個藤本樹老師的風格... -可是... -其實藤本樹老師的風格是很難模仿的... -沒錯沒錯... -然後松井優真老師他就是跟大家說... -就是請大家... -反正就一直說不要模仿他啦... -然後松井優真老師... -松井優真... -松井優真老師他有個很厲害的地方是... -他現在是Jump週刊裡面唯一一個... -三部漫畫都有超過十集單行本的人... -對... -這超厲害的耶... -真的真的真的... -這代表他其實是非常擅長規劃的作品... -而且他可以穩定的保持作品的那個... -穩定的水準... -而且... -而且我老實說... -我覺得他的作品... -雖然一樣是少年漫畫... -也沒有錯... -但是... -我覺得你仍然可以從他的故事中... -可以看出很多... -好看的故事性跟他想講的東西... -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一個漫畫家... -他也許不會像... -附堅一樣就是這麼有噱頭... -或者是像藤本樹這麼一樣... -讓人難以忘記... -就是... -但是... -他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... -就是我人... -我人生的童年的一個存在吧... -然後再加上他這麼厲害... -我還是很喜歡他的故事啦老實說... -然後... -對... -然後除了他故事很有趣之外... -還有就是他很擅長就是... -段落... -他會... -因為我發現他其實很多作品都到一個段落... -感覺好像隨時可以結束掉... -他就是一步一步... -他會先規劃一個中、短、長期... -假設... -他連載到這邊還可以繼續連載... -他才會畫下一段... -如果不行的話... -他就會差不多在這個地方把它收耶... -他其實都是有做這種階段性規劃的... -好啦就是... -對啊我不知道... -因為老實說現在真的太多人太喜歡藤本樹了... -我有跟爸爸熊說這件事... -我不是說藤本樹不好... -我也很喜歡藤本樹... -但是我覺得有一種... -好像大家提個漫畫家都要提個藤本樹... -提個附堅... -然後提個他們多厲害多天才多優秀... -都在講天才型的漫畫家這樣不行啦... -對對對... -然後我就... -嗯... -還是有很多... -漫畫家值得欣賞... -我想跟大家說... -大家要學學秀才型的漫畫家... -不要學天才型的漫畫家... -秀才型... -好奇妙... -秀才型... -好好好... -我覺得水上物質也是一個類似秀才型的努力家... -對...我也覺得他是秀才型的努力家... -對... -好啦好啦... -那沒有... -就是突然... -為什麼膽大黨一下講那麼多... -但膽大黨跟... -跟... -送進又真快要沒什麼關係了... -好啦對不起... -不好意思... -好好好... -我們繼續繼續... -一樣是東東大哥... -不是東立大哥的... -的各本... -就是各... -各個作品這樣子... -那麼... -其中一個是... -徹夜之歌第八集... -都蠻... -一樣都我們說的嘛... -蠻穩定在出的... -那另外一個就是... -之前阿直跟趴趴熊講過的... -啟程的魔王城... -對... -第二集... -第二集... -這部... -這部也出得蠻穩的... -東立應該有在打吧... -有在主打吧... -我不是很確定... -他不是還有電子線上... -連在你的平台... -有啊... -真的嗎... -有啊... -有啊... -他最早是在東立電子書層上面連在... -嗯... -好喔... -因為我那時候... -就是聽完... -聽完阿直他們講這部作品... -我覺得其實... -讓我蠻想看的... -嘿...對... -所以... -那就希望... -未來我有機會... -我也可以去看他... -這樣子... -嘿...好... -那... -下一部就是... -呃... -剛好也是最近阿直跟趴趴熊提到的... -《藥師少女的毒癒》... -第八集... -最近... -沒錯... -嗯... -才剛... -就是最近新出... -上一... -最近的吧... -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一下我們的推薦... -嗯... -嗯... -就沒什麼好說的... -老實說... -我當初看的版本應該是長紅的那個版本... -然後也是別人推我看的... -然後我其實沒有想到他推我看的竟然是一個... -我剛開始還以為是後宮的漫畫... -後來發現他真的是一個角色在... -後宮的漫畫... -推理... -呵... -對不起我說的後宮大家懂... -後宮推理劇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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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後宮推理劇劇... -對阿,要動畫畫的作品感覺出的都還算穩 -對阿 好像也沒什麼話說了 反正就是繼續出,然後我們繼續看 我們就繼續看他們如何收集黑暗寶可夢 就這樣 -不會啦,動畫過後應該還是會出阿 你看那個,我們之前前面那個 車夜之歌,動畫完了 他還是有默默在出阿 -好啦,沒關係 反正至少確定的是 黑暗集會應該是也不會斷尾 -應該沒有意外,好的 -好,那我們接下來是 -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胃,第六集完結 -欸,這部有出完耶 -不過因為是東販所以還好 -東販也算是出出穩定啦 -嗯,可以貼QR Code -欸,欸,欸,欸 -你要去那個嗎 -書店裡面貼QR Code -我們之前有那個 -是哪一個聽友跟我們說 -他真的在口裡,安排安裝 -對對對,我怎麼說拜託不要 -就算你做了也拜託不要說是我們的聽友 -不對,那個手就知道 -真的,這個梗是上次 -我們那個推薦,怎麼講 -就是上個月的那個書單推薦 -下單中裡面的梗啊 -如果聽不懂的話大家可以回去上一集聽一下 -不不不,不需要 -其實就只是單純 -我覺得不要花時間 -因為我們這個是比較有時效性的節目 -所以單純就只是那個時候 -有人說是不是應該在就是比較冷門的作品旁邊 -就是附上我們節目的QR Code -拜託不要 -真的不要 -好不好,謝謝大家 -放在他們的那個版面 -他們自己書櫃的版面 -放了還蠻大的版位 -放在就是擺出那個 -我無法滿足那個人的味的書 -而且是書封朝外 -所以我就會想說 -那在旁邊貼個QR Code -就完美了 -好 -反正有任何人做了 -絕對不要告訴我們 -拜託,絕對不要告訴我們 -就這樣 -結論 -好的 -那基本上 -沒有了 -然後以上這些就是我們有推薦過的書的書單後續 -那接下來可能會稍微聊一下我們有感興趣的作品 -好 -需要嗎? -我們感興趣的作品 -有幾部我特別想講的 -但是可以先讓啪啪熊說 -來請啪啪熊說 -你有沒有特別想提出來的 -喔 -那個 -那個什麼 -有一部那個 -最近動畫好多人在看 -的那個 -很餓的 -就是擁有操場技能的異世界流浪美史家 -喔 -就 -沒有我覺得 -我覺得我周遭的人不斷的 -就是在分享這一部 -為什麼啊 -其實這部 -這部在他還是小說的時候 -我就有看過了 -然後因為我覺得 -他就跟異世界穿越那一系列的差不多 -所以我就 -蒙垮 -就是 -蒙垮 -我覺得他動畫可能做得很不錯吧 -因為他好像是在YouTube上面 -放 -還是巴哈在上面放動畫 -然後我身邊好多人在看 -我就 -他們就問我有沒有看過這部 -我說有 -我有看過漫畫 -然後因為覺得太餓了 -我後來沒有繼續看 -奇怪的結論 -因為你晚上看你就會餓嗎 -可是你晚上又不能吃東西 -可以吃啊 -你就吃 -你就一邊吃一邊看 -滿足 -視線也滿足 -然後味覺也滿足 -肚子也滿足 -好啦沒關係啦 -就喜歡就好 -但是老實說 -這部很有名嗎 -因為我覺得我好像身邊的 -不太多人有提到他 -不然的話就是因為我現在最近太閉鎖了 -就是不太跟人有交流 -沒有啦我一直都沒什麼跟人有交流 -應該說那部就是 -穿越轉生意識系系列的那種梗的作品啊 -然後只是在煮飯這樣子 -就 -他那個飯做的畫得很漂亮 -看起來很好吃 -就是很好吃 -然後主角 -主角比較沒有那麼後攻 -但是還是有點後攻 -有 -好 -有一點 -OK -好 -那麼那有其他想要提的嗎 -我嗎 -沒有我說啪啪熊啊 -喔 -那我就提一本好了 -會來會給你講乖 -等一下 -就是我最後提一本 -就是那個Blue Lock藍色監獄 -它是關於足球的 -然後前陣子那個世界盃足球賽 -如果有看的話 -那個雖然好像蠻多文章都沒有提到這一部 -但其實我覺得這部蠻好看的 -這部蠻有名的啊 -這部蠻有名的啊 -而且他還有動畫 -對 -因為之前那個世界盃的關係 -這部有被拿出來提一下 -因為他的劇情其實蠻扯的 -他是講說把一群年輕人 -然後塞到那個墮落牆時的集訓場 -然後這種最強的人才可以出來 -因為這個作者就是這個風格啊 -對啊的確是 -而且其實我後來 -我後來有去查 -這一個作者他畫這一部的第一畫 -是在上一屆的世界盃 -日本書的那一個月 -他提出來的 -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-這作者該不會是因為看到日本書球 -然後非常的生氣 -所以他就找了 -就是把他畫出來 -但是日本 -日本在世界盃裡面 -有打到很後面過敏 -他們很強喔 -真的嗎 -而且藍色 -因為他們那個日本的是 -日本的男族 -他們是藍色 -他們有一個綽號叫藍色武士 -所以其實他這個書名 -也跟那個 -日本的男族有點關係 -喔 -因為我記得我聽到 -因為可能因為我都沒有在看世界盃吧 -我世界盃聽到的都是 -法國 -英國 -然後阿根廷 -然後跟誰 -我忘記還有一個國家 -好啦我忘記了 -嗯沒關係 -反正我只是想提這部漫畫 -好結束 -可以換下一個了 -好 -請阿直 -讓我插個畫 -喔好好好 -來 -好請 -阿姑 -沒有因為同樣是世界盃的足球題材 -我有放在這一次二月份出版的足球期 -是第57集 -他完結了 -真的 -沒有任何人想到這一部 -哎呀 -對耶 -天啊他竟然完結了 -他57集了喔 -哇塞 -只是我們那個 -沒有人提到這部 -可是其實像那天阿 -那個我們在仔仔下班中 -撲浪上面調查的下面有一個 -自稱版粉絲的撲友 -哈哈 -我在上面有提到這部耶 -我有看到他寫 -喔 -但我覺得這一 -然後其實他的作者阿 -是金田一那一對姐弟咧 -喔 -你是說 -他的原作 -喔 -喔 -你是說那個什麼 -另外一個筆名之一 -安 -嗯 -對啦對啦 -那個伊賀 -伊賀大況吧 -神聖拿金田一不是同一個原作 -只是不同的筆名嗎 -對啊對啊 -是啊 -天啊我已經 -天啊我以前都同一個人 -好我知道我知道 -因為他們就是各那個角兔山窟有非常多的筆名 -嘿 -那個 -天術真玩吶 -天術真玩跟 -他不知道五十集 -嘿 -你說 -可是他五十七集完結 -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訝異 -有多少的運動漫畫都卡在最後 -最後的最後 -你是不是要提網路 -那個什麼網球又等身了 -對 -哈哈哈 -哈哈哈 -太懂阿哥 -好的好的 -但是因為我覺得足球其實可能因為他沒有像Blue Lock那麼有噱頭啦我覺得 -Blue Lock比較有噱頭 -對啊他就是非常的平時普通 -對對對 -我就喜歡他這一點 -好的好的 -是請 -然後我要講的是關於那個 -之前不是ACCA同一位作者小野夏 -小野夏牙他的一部新作 -也不是新作啊 -就叫天堂煙館 -然後天堂煙館這部其實他跟ACCA是同一個世界觀 -只是說是不同角色的故事 -然後他也出出的相當穩定 -目前出到第四集了 -嗯 -因為小野夏老師的作品 -嗯 -就是ACCA跟天堂煙館同時有在出 -那我想說應該也是蠻穩的啦 -就不用太擔心 -是是是 -另外 -另外我想提一下就是 -嗯 -有一部我還蠻喜歡的 -我看了蠻開心 -就是中年大叔轉身反派千金 -他出 -上次也講過了 -對 -對上次有講過了 -然後還有一個 -擠花丹色老師的同居生活 -and you -喔你有看嗎 -因為這一部我還沒看 -擠花丹色老師 -擠花丹色老師 -好像也是東力出的吧 -好像是東力出的 -他有他有 -對對對也有其他的 -一般的BG像 -就不是不是李曼喔 -不是李曼的 -一般日常的青梅竹馬BG像的作品 -是 -講小品小品 -對 -我沒想到擠花丹色在畫了 -這麼些 -李曼的短篇連集之後 -沒想到出來的東西這麼純愛 -他其實都很都很厲害 -我覺得擠花老師非常厲害 -這倒是 -然後我跟大家講一個情報 -也不是情報 -就是呢 -最近長紅出版社他帶了一部作品 -就是之前東力出版社他有出一部叫做 -祭品公主與獸之王 -然後呢 -因為東力出了三集之後 -版權就 -反正就沒有再談下去了 -那我們長紅出版社就去把這部作品的版權 -給談下來了 -所以呢長紅又重新重出了 -他的書名就改成叫做 -獻祭公主與獸王 -目前一二集一口氣上市 -我覺得長紅應該是會把它好好出完啦 -所以如果 -看大家要不要就放棄東力版回去買長紅版之類的 -但 -我其實也沒有不喜歡有騰姐 -但其實這一部反而沒有那麼得我心耶 -比起他其他作品 -是啊 -對啊 -他後面這部其實我也覺得還好 -只是跟大家講說 -欸如果覺得好像有似曾相似的話 -跟大家說明一下 -對對對 -因為我們在錄音之前也就是我跟趴趴熊 -還有阿姑也有嘛 -就是說欸我們覺得好像怎麼這一部好像有出過 -笑死了 -然後就跟大家說明一下 -對阿不好意思這個是重新取得了那個 -取得了那個授權 -對對對 -作品這樣 -好的好的 -這蠻意外的 -但是長紅真的會把這套出完嗎 -欸不過這套因為他要出動畫了老實說 -對啊 -他也要動畫化了 -所以說不定真的會出完 -嘿是 -是的是的 -好 -那 -還有其他要提的嗎 -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留給你講耶 -你不是很想要講那個嗎 -平屋 -你知道平屋慢生活嗎 -放生活 -欸對就是 -大家知道就是這部作品就是非常非常得我的喜好 -尤其我有說過嘛 -如果喜歡積田秋生的海街diary的人 -就會非常一定會非常非常喜歡這一部裡面的味道 -因為他的故事就完全不一樣 -但他裡面的核心跟有一些 -就是味道是非常類似的 -但是是不同的 -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色 -然後塑造出來的生活 -然後我非常非常喜歡 -所以非常喜歡日常作品的 -就是非常推薦看這一部 -然後喜歡充滿日常沉澱味道的 -超推這一部 -我真的非常感謝尖端有把這一部代理過來 -然後要出這一部 -這樣 -那尖端今年好像代理的幾部作品 -蠻多的都蠻有興趣的 -所以就是在等 -就是尖端慢慢出 -嘿對主要就這樣 -我特別想講的是 -其實這是其中一部 -另外一部是 -夢幻紳士三部曲 -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-夢幻紳士 -那之前我記得是 -我在石黑陣樹那集節目中 -我跟米太郎 -就是順口聊天的時候 -就是我們聊到 -就是石黑陣樹畫的一些 -作品內容的時候 -我們就提過高橋業界 -也跟他的夢幻紳士 -那夢幻紳士他 -這個系列 -要解釋的東西太多了 -難以解釋 -那總之這次獨步呢 -又把這個系列其中三部曲 -幻想篇、逢魔篇跟迷宮篇 -就是一起出了 -所以大家如果喜歡 -石黑陣樹的那一個世界的劇情 -你知道就是充滿了腦洞 -然後各種你覺得奇妙魔幻迷離的那樣子的作品的人 -不要錯過夢幻紳士 -那讀部之前也有出了 -那一篇是叫什麼? -夢幻篇 -我一直忘記了 -反正就之前也有出很厚一本 -然後那也很棒 -反正大家就是夢幻紳士 -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-我不知道如果假設這一次他們這一套 -這樣子賣完的話 -我不知道未來還會不會繼續出 -反正就是記得在還來得及買的時候 -我已經要先買 -就這樣 -然後後面的話 -其他的作品 -還好啦 -基本上阿子他們都講完了 -我有一部特別想講的 -喔對 -有一部特別想講的就是 -有一部叫做 -空之騙局 -一兆元詐欺師們 -那我 -這部這部 -我會看到這一個我非常開心的 -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-就是這個漫畫家 -加塘元昊 -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漫畫家 -他出的作品非常的不多 -但都是大多都是長篇連載 -一部就是我跟帕帕帕熊 -都非常非常喜歡的神通小偵探 -虽然我們一直很唾棄這個翻譯 -東立的翻譯 -對又是東立的國 -然後 -跟他的另外一部CMB -森羅博物館事件部 -那這兩部我都非常喜歡 -那沒想到他在完結了森羅博物館 -然後跟繼續換出版社出 -呃出那個QED就是神通小偵探之後 -沒想到他會再出新的作品這樣子 -喔真的是 -我很期待 -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-而且就是說要騙一兆元欸 -一兆元詐欺師 -要怎麼樣騙到一兆元呢 -我很期待 -嘿對 -基本上就是 -有很多這種就是詐騙 -或是金錢這種有關的作品 -超多 -對啊 -我都不知道說你們到底是多喜歡詐騙 -不是啦 -就我的意思是說 -是說就是 -他們很喜歡這樣子類型的作品 -這樣 -但是我覺得我也很喜歡啊 -因為我就喜歡鬥志啊 -懸疑啊 -你知道這樣子的內容的作品 -嗯對 -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吧 -應該沒有太其他的 -要題的 -我看一下喔 -那我就提個 -我先提個 -如果還有書 -書相關的 -如果都講完 -我要講一個題外話 -喔 -有什麼題外話 -我們還有圖案嗎 -就是我 -前幾天吧 -有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-對 -其實是我發的 -就是跟彩宅下班中 -Purang這邊的廳友做個調查 -就是 -像是 -大家會聽我們家的作品 -然後 -就是我做了五個選項 -主要第五個選項 -就是來看熱鬧的 -前面四個才是有效問卷 -當時謝謝大家有來投票 -有87張有效投票 -然後扣掉11張看熱鬧的 -只有76張 -然後76張裡面呢 -就是其中只有六個人 -據說只有六個人 -有把我們家的所有節目 -全部聽完 -哎呦真是太厲害了 -真的連我們都沒有做到欸 -對啊這值得感謝 -真的太厲害了 -超強超強 -佩服佩服 -最多的是三十二位 -就是只聽感興趣的集數 -然後另外有二十八位 -是只看了作品文案 -然後有十位的話 -是只是存著我們的連結 -那我是覺得說 -有看作品文案 -或存著我們的連結的 -我也非常感謝 -因為這就是我們當初 -怎麼講 -被阿主我吐槽說 -都是看的東西 -為什麼還要用聽的呢 -的這件事 -對對對 -我們才想說寫文案 -比較方便大家 -用閱讀的方式 -欸等一下阿主這件事 -我也很想問的是 -你在發這個pool的時候 -這一個投票啊 -是可以複選的嗎 -其實是可以複選的唷 -是可以複選的 -因為我看到底下有人說 -就是不能複選欸 -因為我知道會想要 -有人應該會想按有集說 -看文案應該有吧 -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-還是不要複選好 -因為我複選 -然後整個到時候整個 -會變得有點混亂 -喔 -所以真的有投票的 -真的有七十幾個人欸 -我還以為 -因為如果加上有複選的 -我們可能就不確定說 -多少人有投票 -沒有喔 -結果其實有投票的 -這個是真的 -對所以 -真的很感謝呢 -有效投票的六章 -比我想的還要多欸 -然後 -因為我在想說 -因為說不定 -有一些人聽了 -會感興趣的集數 -就是他們看了作品的 -就是看了我們節目的文案 -開始有興趣 -然後想說 -那不然來 -不然來聽聽看這集節目 -聽一下 -對阿 -是啊 -對阿 -我就好奇 -所以我還有在下面 -我覺得是問聽友這樣子 -但是 -那還真的是蠻多人來投票 -我也是蠻感動的 -那 -我覺得也有一部分是 -大家說會看作品的介紹文案 -這件事 -我覺得也蠻好的 -就是 -雖然說我覺得 -最後經營一個podcast -經營到最後 -把它當成像是部落格 -在寫文章 -到底在做什麼 -哈哈哈哈 -是啊 -是 -我們是 -對 -就是大家不要小看這件事 -我們就是錄音 -我們現在錄音 -因為很常錄音嘛 -所以有時候就是幾乎也沒 -幾乎不用什麼編輯跟剪輯 -我們就可以丟節目了 -但是 -說不定其實我們花在寫文案上面的時間 -說不定都還比錄音跟剪輯 -這件事還要多 -因為有時候我們 -尤其像不顧他 -就是有時候會 -就是在那裡 -很認真的思考到底要怎麼寫 -寫內容 -然後不小心寫太多 -還會被阿子吐槽 -然後刪掉 -這樣子 -所以 -所以我們文案說不定某種程度上 -也會是花最多時間的一個部分 -然後其實Podcast又是一個 -主要是以聲音經營的一個平台 -然後所以我們 -我老實說 -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看文案 -結果沒想到 -還蠻多的 -還蠻多的 -對 -對 -因為我就想說 -其實像這種 -用視覺看作品的人來說 -看文案的人應該會偏多 -所以當時 -當時這個最初有想要寫文案 -就是太好了 -對啊對啊 -就是想要認真寫文案 -而且同時還有加入 -就是他的資訊這件事 -我覺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-那也因此就是我覺得 -我們目前的節目 -這樣全部累積起來 -講過的作品 -已經基本上可以成立一個 -屬於我們自己的資料庫 -那如果未來有辦法整理出來給大家的話 -我覺得也會是一個 -就算沒有聽到節目本身 -也會是一個值得拿來參考的一個資料庫 -就希望未來如果有可能的話 -可以做得出來 -但現在先擺著 -就是慢慢先做節目 -我們是累積作品和節目類型的一個平台 -對就這樣 -是 -OK -啪啪雄是不是想說什麼 -沒有啊 -嗯 -喔好 -好的好的 -我是想說好像沒有讓阿姑講到他整個月 -還是他就只有講那個足球騎士 -對啊 -感覺阿姑是只想講那一本 -喔 -差不多啊 -因為大家都有講過啦 -因為其實老實說我有一個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好奇 -因為我看到有人把吸血鬼騎士memories放在上面 -我喔喔 -是哪一個點 -欸這真的我跟你說 -就是我們彼此一看這個我們自己整理出來的清單 -我覺得一看哪一本就知道說這應該是誰放的 -對那我問一下華麗的挑戰是誰放上去的 -我放上去的阿 -我就知道 -如果沒有放我也會放 -因為他就是一個 -嗯 -你知道懷念喜 -不是 -你知道嗎 -我那時候要整理的時候我就想放這一本 -為什麼要放吸血鬼騎士了吧 -對 -而且他還是memory罵喔 -好啦他也是 -而且他還有修名也加了memory -我想講的就是你知道這有兩版特裝版嗎 -他竟然出了另外出了兩版特裝版 -竟然 -太誇張了吧 -這一部喔 -他都多久啊 -不是我國中還是小學的時候 -對啊他超久的欸 -而且我記得通眼目裡不是後來喔 -在出其他作品沒有 -還是就是 -就是一直在出這個memories -好像有喔 -可是就沒有紅啊 -喔 -好喔 -好悲傷喔 -也不算悲傷啦 -他好像是這部超級有名的欸 -對啊到底為什麼 -我們不是很理解 -但是這部超有名 -不怕也跟那個油桂香之裡不是也一樣嗎 -但是我跟你說 -我突然想到 -我以前同學有一個超喜歡這一部 -可是他喜歡的點是他喜歡裡面兩個男生 -然後就說 -可是這個不是BG嗎 -他說對 -他可以忽略女主角沒有問題 -等一下 -等一下 -你忽略女主角 -你這部要演什麼啦 -對 -我就想說 -你忽略女主角 -那這部到底是 -好我突然之間不太能理解 -這一部到底在演什麼 -這一部 -真的不是BL嗎 -他的本帳我有看完喔 -你有看完 -有啊有啊 -我就說那時候是 -我還放在豬豬店的時期啊 -他的本帳我有看完喔 -但是Memory我就沒看了 -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是出於說 -我真的很想了解到 -女主角到底會選誰 -就是他非常的經典的 -就是二男一女的配置 -對對對 -的確是 -我想起來了 -就是因為這樣 -然後我同學 -然後我同學就說 -可以不要選了 -這女主角可以滾了 -就那兩個男的在一起吧 -喔對啦 -你要這樣 -因為他們中間也是有CP感的 -對啊是啦是啦是啦 -就是 -那這樣想也沒錯啦 -對啦是 -好喔那就 -我可以劇透嗎 -過了這麼久 -我可以劇透一下結尾的感覺嗎 -不可以 -因為我應該是不會看的 -沒有沒有啊 -但是重點是說不定 -這邊聽又有人要看啊 -不要不要不要 -但是 -因為我說感覺就好了 -感覺感覺 -喔好感覺 -要模糊一點 -感覺你不曉誰都沒有選 -好好好 -開放式結局就對了 -嗯 -這個大家都自己去看了 -好 -他也不算開 -半開放式結局 -然後感覺女主角選了等於沒選這樣 -什麼東西 -反正我有點心看了 -我等於沒講 -因為我也聽不懂 -因為作者定不出來 -那個讀者分兩派 -然後也有中間派 -然後我覺得連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要給誰 -所以就做一個 -作者不知道要給誰 -小孩子是誰的 -我都不是很確定的 -不要 -你不要這樣子 -你看Scape Beat華麗的挑戰 -他就算確定想選誰 -我都不想看了 -是不是 -我覺得那部太可惜了 -啊算了 -他太多了 -是是是 -我們沒有就是 -他其實前面還不錯啊 -我也覺得前面很好看啊 -欸我是有買回家的那 -前面我是有買回家的人喔 -好嗎 -我也是啊 -是啊 -我也有買啊 -唉 -然後 -我還放了一本 -能劇美少年 -喔 -這個不用講 -這是經典作 -對就是經典作 -他也是非常的令我訝異 -首先第一個點 -他為什麼要出到二十集 -然後第二個點就是 -我實在對美少年這個詞 -非常的有意見 -喔對 -阿姑講了非常多字 -他出場的時候 -就二十六、二十七歲了吧 -男主角 -對 -那可能要改成美青年了 -沒有 -重點就是 -他會叫美少年是跟作者的 -之前的作品有關係 -不過算了沒關係 -他有一部那個天然少年 -對對對 -然後他在天然少年的連載嗎 -我忘記是那一部了啦 -反正是他在前面的連載中喔 -有一個短篇叫做 -筆花跟四花 -就是如果你要直翻的話 -嗯 -然後講的就是能劇的這個指角 -就是他演出來的女性 -他筆花還要像花這樣子 -嗯嗯嗯 -由男性去演女性這樣 -所以後來好像蠻受歡迎的 -所以就根據這個角色繼續出了一部 -但是你就直接用筆花跟四花就好啦 -因為東莉 -因為你要懂我們以前早期的命名風格就是這樣啊 -而且 -就是會延續前作者他之前作品 -而且老實說 -再怎麼樣他還要把能劇寫出來 -如果寫能花更四花 -我覺得其實 -就是看不知道 -不知道這一部在講什麼的時候 -很多人就不會看了 -就像我們說 -你們這樣子講著 -但我對美少年真的很有意見耶 -好啦我知道 -你們這樣子我想到那部好像後來沒有後續的人面女子花字同學 -喔 -但那部真的名字就是那樣子 -我們說的是翻譯上面 -我好難過 -我只是想要哀嘆他好像斷尾了 -這倒是 -常有的事 -常有的事呢 -因為尤其他都是這樣的小品 -就很 -我覺得很容易斷尾 -尤其我記得他沒有 -他有動畫畫嗎 -我記得他沒有對不對 -沒有喔 -對啊 -所以 -反正習慣就好啦 -對啊 -真的是習慣就好 -心痛 -我只是覺得就是翻譯這件事情真的很難 -翻譯這件事真的很難 -對 那個是我放的 -哪一部啊哪一部 -我放的 -高橋劉梅子的 -因為其實 -魔絮 -對魔絮 -它還有電子書 -其實我 -我之前看前面一點點 -我自己是會想要把它看完的 -但是因為高橋劉梅子的 -我是每次都出好長 -我就 -想要等都全部出完的感覺 -我之前看滿多的耶 -很雀腿 -我之前在醫院的時候很無聊 -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是 -都會有人 -就是推著自動車 -對 -然後問你說你有沒有要租啊 -然後就有那種很多漫畫 -然後我就去租完 -就是拿家來看 -看還滿多集的 -喔真的喔 -重複性很高啊 -的確是 -就是跟他之前的作品 -的確是 -重複性很高 -好啦 -那 -我覺得可能多少我們放這邊 -就是會放我們在意的作品 -當然不見得是我們真的 -最後會買回家的作品 -但是可能一部分是我們的童年啦 -像例如說吸血鬼騎士嘛 -然後跟 -對我好在意 -他竟然還在繼續出 -對對對 -Scarebeat這件事 -但如果假設要提降的話 -那 -可以算是我童年 -然後我沒想到他繼續慢慢的 -還是在出的 -那應該就進階出發者了吧 -我-我沒想到他 -他算你童年嗎 -他不是在你滿年長的時候就有 -欸欸 -我那要年長 -我今年才剛要準備滿18 -強調 -但是他真的熟 -你到底已經滿18幾年了 -但是 -我應該是十幾年前 -所以大概就我幼稚園的時候看的 -那這樣的話 -進階出發者 -因為可能作者的關係啦 -那所以他出的真的很慢 -但是我還是非常期待他最後 -會把他出完 -這樣子 -這樣子 -好 -那 -其實我是很想塞百合作進來 -但是我想想還是算了 -為什麼 -那我在別的地方有整理百合作的清單 -那應該不會放進來吧 -隨便你啦 -其實我覺得可以放啊 -你看我都還放純愛作品 -我還放了什麼 -你好身為魔女的我被心上人委託製作迷情藥 -你看這一看就知道 -這部還滿有趣的啊 -對啦 -其實這部滿有趣的 -我還滿喜歡的 -這部還滿有趣的 -對對對 -所以 -但是你看啊 -我就放這種純愛的 -然後還有什麼 -我看一下其他的 -我們有放什麼純愛的 -這個算以女像作品吧 -對啊對啊 -你看我也看啊 -然後 -只是我的路線 -可能跳的作品 -就比較各種類型 -因為像我後 -我除了這樣挑這個嘛 -然後平屋漫生活也我挑的 -夢幻紳士也我挑的 -然後女兒的朋友也我挑的 -然後我還放了 -那有一本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-索亞拉與魔物之家 -這一部 -啊 -可是你們有放進去嗎 -這部我沒放進去 -可是我 -我有點想提一下 -因為當時 -這部 -我個人是滿喜歡的喔 -因為它是關於 -怎麼講 -魔物版的 -全能住宅改造王 -啊對對對 -它就是這樣的作品 -是是是 -我聽 -我有聽到人家介紹 -對 -我當時也是 -我其實之前有介紹過 -我自己介紹過這一部啦 -也不是自己介紹 -我自己在網誌上 -自己有介紹過這一部 -可是因為它的御都合的感覺 -太明顯了 -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-御都合是什麼 -就是 -當 -它這個故事就是講說一個 -被培養成要當 -要當狩獵魔物的 -的 -算是戰士的少女 -然後當它終於出師了 -要準備去狩獵魔物的時候 -然後人類跟魔物的戰爭就結束了 -然後他怎麼講 -就業即失業 -然後我王就跟他講說 -你自由了 -他就拿著劍 -蛤?自由了 -我要去哪裡 -然後就 -他就到處流浪的時候 -就遇到了 -三個矮人族 -專門替魔物改造居所的矮人族 -然後他就看到 -這三個矮人就是在改造 -哥布里的家 -他就有點覺得 -原來 -原來 -魔物們其實也是想要有家的 -然後就 -後來就 -他就邀 -這三個矮人就邀這個 -戰鬥力超爆表的少女一起 -一起就是進入了 -魔物之家改造的旅途 -然後你就看到 -每一回都是 -一個魔物的家的改造 -但是 -我覺得最讓我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就是 -他裡面啊 -當他們想要改造這個魔物的家時 -他的其他素材 -他就會有很剛好 -可以拿來使用的 -那些特殊的可能動植物 -那種比較幻想性的動植物 -然後就可以改造成合適的家 -就是這個碰巧 -會有的這個玉都河的感覺太明顯了 -我覺得有點可惜 -原來這是玉都河 -對 -喔 -就是 -啊 -就是碰巧 -就是主角需要什麼就會出現什麼 -對對對對對 -不過如果他改造還是蠻有趣的話 -我也會蠻想看看 -然後就會有人在他面前掉了 -會 -對 -就是我是覺得因為他的不管是畫面 -還是整個素質感 -就是畫風還有整個故事的整個節奏感覺 -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-所以我覺得這部我個人是會推啦 -那就 -我也是覺得有可惜的地方 -但我覺得他有很多很棒很優點 -很棒的地方 -好喔 -有機會可能來推薦一下這部 -啊 -啊 -我看到了 -對不起 -我一定要提一部 -對不起 -我先講 -對不起 -一定要讓我講這部 -讓我講 -那個冷靜一下 -我要講 -然後就是 -手總之寵的新寶島 -又再出版了 -天啊 -我看到的時候 -我整個就是 -幹 -就是他媽的 -我一直一直一直在找二手書 -可是他的二手書真的太貴了 -然後就是 -然後不然他就是書況很差 -我就 -我就一直一直沒有辦法 -沒有辦法看這部作品這樣子 -然後 -我沒有想到的是東泛竟然 -又再出版了 -就是應該 -之前應該是十爆的話 -十爆出版的吧 -我如果我沒記錯 -舊版的那一系列幾乎都是十爆的 -那我沒想到 -就是 -手總之寵 -最剛開始連載的作品 -然後 -就是應該可以算是 -應該七十年也許有了 -所以會不會超過七十年 -他死了都快三十年了 -那 -呃 -他七十年的 -七 -就是應該可能超越七十年的一部作品 -然後後來讓這個漫畫家開始成為漫畫家 -然後成為了帶領蜂巢的一個漫畫家 -對 -星寶島如果大家真的對手總之重有興趣的 -就是可以去 -就是買回來 -你就算 -不看 -擺在那裡都像是 -你知道就像是可以 -就是在家前面插三柱箱的那種狀態這樣 -大家懂嗎 -就是像一個 -佛霧一樣看起來的那種狀態 -嘿對 -對對 -我既然沒有講到這一部真的太可惜了 -因為可能剛剛我視窗的關係 -不過沒關係 -就大家如果有人對手總之重有興趣的 -就趕快趁這個時候 -不然的話我覺得之後 -絕版的應該是買不到了 -嘿 -是的 -嗯 -就這樣 -好 -對我要說一下就是最-就是後來 -我應該也是東泛 -手總之重後來有蠻多作品 -甚至早期幾乎沒有代理 -或者是也沒有完結 -或者是幾乎絕版的 -他後來慢慢有再出一些作品 -像包括之前的 -應該要叫姬子吧 -就是奇妙 -奇數的姬 -就是奇妙奇 -然後他的 -他的 -特別的 -深念法 -叫做姬 -那我覺得他那個名字 -那個女人的名字 -應該要叫姬子 -那當然跟故事有關係 -台灣沒有代理 -然後沒想到後來應該是 -東泛把它出完了 -對 -然後非常的感動 -所以大家如果對手總之重有興趣的 -想要朝聖的 -就是或想要收藏的 -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 -應該不會再有了 -我覺得 -嗯 -OK -對就這樣 -好 -應該差不多了齁 -是是是 -也講了蠻長的呢 -對 -就不小心東補一下我們的童年 -然後西補一下我們的童年 -你那吸血鬼騎士真的是 -唉 -那個童年到底 -你們到底童年幾年了啦 -對啊阿姑 -你看看你 -他真的是我的童年好嗎 -他也是我的童年阿 -欸欸欸欸欸 -你在說什麼 -他也是獲得到時候我們班上同學的一字好評 -會有人拿到公 -還有人拿到班上 -就是互相借的那一種 -欸但是我真的 -我們真的沒有說錯 -吸血鬼騎士也是我的童年好嗎 -真的是 -好啦好啦 -你那時候得高中了吧 -好啦好啦好啦 -沒有我現在高中 -在爭執 -我覺得爭執下去 -這個死咬自己18歲的實在很難溝通下去 -我們可以來結束這個回合 -好啦那總之 -其實這集也沒有早上講那麼久 -只是不小心講到了童年 -然後跟我另外再補充了一些東西 -但總之 -就是這一次這集節目就到這裡 -然後一部分是補充 -講我們那個問卷的內容 -這樣總之 -感謝大家繼續支持仔仔下半鐘跟仔仔下單中 -那我們繼續會推廣給大家適合下單的作品 -那大家可以挑就是剛好主持人的口味比較符合你的癖號的 -這樣我覺得應該有一些人會看主持人跳 -跳要不要看這部作品 -我覺得 -會嗎 -也會啦 -美粉那麼多對不對 -欸我覺得更美粉 -真的不是美粉 -我覺得是 -例如說喜歡阿植的口味的人 -然後喜歡我的口味的人 -跟喜歡啪啪熊口味的人 -就是大家會挑的作品就是 -會不一樣 -嘿是的 -對 -大家聽就知道剛剛就是我們各自會挑怎麼樣的作品來看 -嘿對 -好的 -那麼我們這一次 -我帶大家懷念過去 -對我們之中心態最老成的是阿姑 -這樣子 -嘿 -嗯 -好的 -那麼我們今天這期節目就到這裡告一段 -如果大家記得在收聽我們下個月的宅宅下單中 -跟我們之後的繼續推達入坑 -然後跟買單的就是各種下單的各種各個主節目 -嘿對就這樣子 -好的 -大家我們下次再見囉 -大家掰掰 -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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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掰掰